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桶之意 水桶 拿着 泉水 到这里来 那么连起来就是 带着水桶木条来到圣泉旁 就是水的意思 它是一个语气词 相当于是汉语里面的 其实这首歌曲 它在这个版本里面唱的是 果果果是身体之意 但是后面的版本呢 全部都改成了 无辜 无辜是生命之意 我觉得这个改得很好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创作其实就是不断的修正 往上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里就把它改为了 无辜 就是根或者是圆 这些都是语气词 那么翻译回来就是 水是生命之云 就是首先之意 就是一碗 就是摇起 天空 大地 就是喝 那么连起来就是 先咬一瓢 尽天与地 就是五股风灯 就是来 后面的叫 这些都是语气词 那么连起来就是 其来年五股风灯 第二小段 就是接下来 就是一碗 就是摇起 就是祖先 就是长辈 就是喝 那么连起来就是 再有一瓢 敬祖先前辈 就是这样 语气词 这些都是语气词 那么连起来就是 其子孙安康兴旺 那么连起来就是 再咬一瓢 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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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 Gujo Bogoda Gujo 就是情义 Bogoda 就是放在首位 Da 就是放 后面这些都是语气词 那么连起来就是 祝我们的情义 天长 地长 第二段 就是很清澈 就是很清澈的意思 是一个语气词 Bogoda 就是很光明 很透亮之意 也是一个语气词 那么连起来就是 多么清澈 透亮的泉水 这个意思 可以翻译成是感情 或者是情义 刚才已经说了 是泉水 Gujo 在这里 这一句呢 我们就把它 大概的把它翻译成 荡漾着我们清澈的心 跟第一句一样 跟第二句一样 荡漾着我们清澈的情 这首歌曲找不到 原唱的MV 但这样也好 并不是每一首歌曲 都需要拍摄MV 有时候静静的听一首歌曲 它的想象空间 反而会更大 让我们来聆听一下 这首歌曲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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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